過去曾經在不管是造勢場合 或者在很多協助造商的這個部分裡面 看起來大家都幫了一些的忙 但卻在總統的這個選舉裡面 不管是在黨內的制度 或者是在整個競選的過程當中 所造成的這個裂痕 那似乎沒有辦法讓大家在這個時間點 願意說OK他就是表態支持韓國瑜 郭董還有王院長 都原來是我們在國民黨內 舉足輕重的人物 所以韓國瑜當然要比較這個低姿態的 去拜託他們 那甚至大家現在某種程度 都覺得他有點低聲下氣 你作為一個最後定調的一個候選人 基本上一定也為了國民黨的整合 為了國民黨的團結 為了國民黨的勝選 那當然也是必須要保持一個低姿態 然後看是不是能夠謀求一個大家的一個 共同的目標 希望就是王院長也好 郭台銘也好 能夠大家一起合作 那避免分裂 其實我實在不大能理解 就是到現在的地步 王院長說他要參選到底 那到底怎麼個參選法 是脫黨參選嗎 因為現在國民黨已經提名韓國瑜作為候選人 那麼任何人還要執意參選總統的話 那唯一意圖真的只有離開國民黨 那這個也非常清楚 但是這都是我們不願意看到最後的後果 所以還是大家努力 那至於現在韓國瑜碰到的一些問題 我想韓國瑜應該還是繼續的用低姿態 甚至低聲下氣的去尋求團結 操作過頭 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覺得郭台銘有這個權利嘛 針對這個忠實的部分 再去做他自己個人的處理 我覺得應該是 源流頭載油主一碼歸一碼 分開來處理 我覺得這樣對大局對大家都好 有些人是你希望未來他能夠給你幫助 那這個部分心結還是必須要找到 真正能夠化解的那個點 那作為雙方如果都沒有這個交集的話 那韓市長是願不願意 擔任一個第三者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這當然也考驗韓市長的智慧 但是一旦萬一最後還是就是說 沒有辦法合作的話 那我覺得當然對國民黨來講 一個團結 一個團結的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必須要凝聚的這個力量 當然就會變成受到很大的傷害 結果最後還是讓蔡英文拿去 或者是柯P這樣子 我覺得這恐怕也不是郭董他想要看到的吧 如果郭董他執意參選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韓國瑜 郭董他你們兩個一起死了 就是兩個人都不會當選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呢 真的是便宜蔡英文 所以我們才講說 如果今天在整個國民黨是分裂的情況之下 那麼事實上是幫助蔡英文 是幫蔡英文在輔選 這我相信大家都不樂於見到